能自我,能看似,拼出一身痴 紅汗血,盡情深,追尋第二 Kevin,電話騙案近期又死灰復燃 可能因為年尾,編徒又想賺快錢 所以頻頻變焦 沒錯,他們認識辦內地公安 速遞公司和入境處職員 最近更會辦通訊辦的職員 說大家觸犯了電訊條例 其實每一次騙徒的犯案手法 都真的會嚇壞人 除了一時說你犯了法、洗黑錢 甚至乎你的身分地道用做壞事 再不然就說你的親友被禁錮 遭到毒打 不過除了會嚇你們 亦可能會哄你們,令你們很開心 除此之外,除了打電話給你 亦有機會發電郵給你 Kevin,我知道你當然是說近期 騙你中了獎的電郵騙案 一起看看 大家有沒有聽過尼日利亞騙局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聽過的話 可能就已經暴露了你的年紀了 這個騙局其實是國際騙徒 以尼日利亞為名 在80年代開始興起的一個騙局 騙徒初時是俄稱有巨款要匯出 想借受害人的戶口來用一用 並且答應事成之後 將一個百分比的金錢給受害人 當受害人答應之後 騙徒就會以借口 要求受害人先繳付一筆的行政費用 當收到行政費用之後 騙徒當然是消失了 而類似的騙局 時至今日仍然是有發生的 我們一起看看 華哥, 看什麼? 哇, 被你嚇死人了 我現在看這輛五十萬的跑車 想想想 如果我不吃不用 我的薪金儲蓋一年 都買不到這輛車 拜託你做事吧 經常看賣不切實際的 有錢都留來買樓 待會你老闆回來見到你不做事 炒了你 到時連車仔你買不到 不要 不用了 肥佬 兩個月的入貨單 幫我計算了一條數 又搞私人事 快點 嗯 我還是買不起這輛車的 或者好像Hailey那樣說 搭了心水 儲氣那些錢 買多一輛玩具車 咦? 有E-mail 咦? 這間不是DUPLE公司 發給我的E-mail 我正在用他們的免費E-mail 看看是甚麼 我中了大獎 哇 還連一張中獎證書 我中了九十五萬英鎊 電郵真的好像真的 哇 哇 整個地球這麼大 這樣都抽中我? 正 一中就中那麼多錢 他叫我回電郵給他 不要管了 先回它 做甚麼? 有魚上釣 有魚上釣 有魚上釣不用這麼大驚小怪 看過 有魚上釣 是香港 好,我先去吹水 又有E-mail 這些獎金全入我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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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有甚麼這麼棒 看過 沒你的事,你回去工作吧 人家也是 看你這麼開心 只顧你 我呀 這期旺 快又可以買車 又賣樓 蛤? 你不是發燒 寫了 別發夢了 發你個夢 你回去做事 回去做事 又有個E-mail 銀行 銀行要收個手續費? 要我匯三千元美金 去他們泰國銀行的戶口 才收到不錢? 真是難 不過小財不出,大財不入 你去哪裡? 我去銀行做事 老闆就回來了 你別去那麼久 管他那麼多 我待會炒他魷魚 搞甚麼 麻煩你和我匯三千元美金 去這個銀行戶口 堅哥 那條水已經匯了錢 看過 非常好 那你就知道怎麼做 好 不過明天才做事 為甚麼? 我們是美國公司 跟香港有時差 對 你說得對 魚是應該慢慢釣的 慢慢釣 很快 匯了錢一整天 為甚麼還未收到錢? 咦?又有抽獎的電郵 甚麼? 派獎金那間銀行說 筆錢太大 要很久才能傳到我的戶口 要我傳多次 一千元美金去泰國銀行戶口 這樣也可以? 好 我先去銀行搞些事 喂 去哪? 有事找你搞 好趕啊 我去救人 喂 喂 蛤 他搞甚麼? 講甚麼態度也有? 先生 又是你? 是啊 麻煩你和我匯一千元美金 去這個銀行戶口 好啊 經哥 又收到錢了 我都說了 哪有走得過我們的五指山 喂 先拍照一下 又送錢給我們花了 繼續… 喂 原來你在這兒嗎? 老實在不斷找你啊 做甚麼事啊? 心情不好嗎? 你趕來一下吧 做甚麼? 我想我被人騙了 被人騙了? 好 影片中的視傳滿心歡喜 以為自己真的中了獎 當然這就是騙徒所設的圈套 Hello Jeff 其實這一類型的中獎騙案 都時候發生的 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啊 Kevin 受害人會在他們的個人電郵 那裡 就會收到騙徒所獵造的中獎通知 就說他們參加了一些官方機構的抽獎活動 而中了獎 而當受害人信以為真的時候 就會將很多他們的個人資料 提供給騙徒 包括他們的證件號碼 銀行戶口 以及他們的住址電話 當騙徒掌握了大量受害人的個人資訊之後 就會再假務成為其他的官方機構 包括外國國家的執法機關 法律團體 以及一些非政府的機構 就會要求受害者 為這一筆獎金提供所需大量的行政費 以及擔保費 而當受害人往往有一個異小博大的心態 就會向這些騙徒提供高額的行政費 以及擔保費 因而受騙 因應這些騙徒手法 有甚麼可以提醒市民呢? 警方在這裡呼籲市民 如果市民收到任何可疑的郵件 必須要保持冷靜 不要急於一時去回覆這些可疑的郵件 而同時 如果收到這些可疑的郵件 又跟你們的業務是有關的 不妨可以向其他官方機構 去查核這些電郵的真例 而同時如果你們收到任何郵件通知 說你們在抽獎活動中了獎 不妨可以跟你們的朋友 和家人去查一下 究竟這些抽獎活動他們有沒有參加 以及有沒有這些抽獎活動舉辦過 市民亦都要保持警惕 不要因為獎金而充分頭腦 以致耳小失大 最後警方在這裡提醒市民 欺詐罪是屬於刑事的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的刑罰是監禁十年 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其實能不能避免騙案的發生 好視乎大家能不能冷靜 清晰地分析自己面對的情況 沒錯 就算騙圖行騙手法層出不窮也好 只要大家留意多些時事或罪案的報導 自然可以避免上檔 總之大家記住 如果有陌生人跟你說你很幸運 中了獎能夠拿一筆金錢 又或者反過來說 你有些不幸的事情發生 總之最後就是問你拿錢的話 大家就要醒一醒認清楚真偽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會跟大家報導一下 編圖是怎樣利用聲東激西的手法 當你在銀行或找碗店拿著現金的時候 向你埋手 如果不想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就千萬不要走開 在銀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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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銀行中